三家国小许仁丽校长在老师的指导下煮起了红麴红烧肉 做起菜来还颇有大厨的架势 五花肉加入了红麴酱翻炒一阵子以后 再一续加入各种蔬果拌芸蒙煮 不一会儿锅子里就传出正正诱人的香气 许仁丽校长说 红麴是树林的地方特色之一 即使酒厂迁走了 红麴文化还是应该好好的保留下来 所以在勒林班开设了红麴料理课程 而这门课也大受欢迎 几乎每堂都爆满 担任红麴料理班讲师的何复珍 是树林在地的红麴业者 从事红麴酱以及周边商品制作已经超过30年 何复珍说 红麴入菜除了可以增加风味 另外也能够保健养生 对于饮食太过油腻的现代人来说 是相当受欢迎的保健食品 除了做菜 也可以加入牛奶或打成红麴牛奶 提供更多元的食用方式 而来参加料理班的学员们 也都感到获益良多 有人说过去都不知道原来红麴做料理 可以有这么多的变化 来这里以后学到不少做菜的诀窍 也有人说 红麴入菜让菜的口感和风味都变得更好了 回去做给家人品尝 做完红麴红烧肉和红麴肉末学理红以后 大家围在一起享受今天料理的成果 每一个人一口接一口吃得补一乐乎 许校长希望能够透过将红麴融入日常生活的方式 把这个文化好好留存下去 记者赵世渊树林采访报导